特朗普政府任内 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严重困难 两军关系也面临很多风险与挑战 事实证明 遏制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当前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希望美新政府同中方共同努力 秉持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 加强对话聚焦合作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新年一时 中美两军开展了一些务实性交流 1月26日至27日 中美两军举行搜寻美军战俘 与失踪人员遗骸视频工作会议 就美方关注的案例及两军合作 深入交换了意见 体现了中方在人道主义领域 对美方关切的重视 希望美方本着相同的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 与中方相向而行 妥善处理中方在两军关系领域存在的关切 加强沟通 管控风险 避免危机 推动两军关系 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